12月18日晚 由美国飞虎队传播协会主办 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支持的 纪念飞虎将军陈纳德诞辰130周年活动 在申盖伯乞来灯酒店隆重举行 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郭绍春和夫人王威领事 美国国会员赵美新 加州财政部长马世云 98岁高龄的飞虎队老兵 Mark Mullen和夫人 陈纳德将军的外孙女Neal Calvay 以及南加州政界侨界和退伍军人代表 近400人与会 美国飞虎队传播协会主席于清表示 美国飞虎队传播协会多年来 坚持传承陈纳德将军带领飞虎队和中国军民 联合共同抗击日本法西斯的故事 中美二战期间用生命和鲜血铸就了身后的友谊 希望让更多的美国后代了解这段历史 增进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 陈纳德将军呢 他是1937年5月到中国 一直到1945年8月他离开中国 陈纳德将军是把他人生最好的8年奉献给了中国的抗战事业 他为中国抗战的胜利和世界抗战的胜利 做出了卓约的贡献 我一直有个愿望 希望把他们带到美国的最好的地方来讲述传承这样的故事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活动对我来说也是实现了我个人的一个梦想 我也相信我今天的活动 我想陈纳德将军以及飞虎队员 以及在抗战中一起和陈纳德并接作战的中美飞行员 他们一定能感受到我们当今的华人 我们没有忘记他 我们永远心里都在怀念他们 郭少春总领事回顾了陈纳德将军以及飞虎队的 美国志愿军与中国人民并肩作战 抵抗日本侵略的事件以及他们付出的巨大牺牲 回顾了中美人民不予余力的帮助和营救飞虎队 而与美国人民结下的友谊 那么飞虎队精神呢 应该是在当前中美关系形势下 我们应该着力传承的一种宝贵的精神 飞虎队呢是中美友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也是特殊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想呢它体现了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 相互尊重共同应对挑战的这么一种精神 我们在当前时代需要新一代的飞虎队 来传承飞虎队的遗产 我们也祝愿呢在美国的华人华侨 能够架起了中美友谊的桥梁 为促进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交流和沟通 做出更大的贡献 赵美心以及她的夫婿 申盖博水区理事吴国庆 加州财政部长马世云 飞虎老兵 Mullen Mullen 飞虎将军陈纳德先生的外孙女 Neal Calvary 加州众员方树强 蒙市前市长 美国粤港澳大湾区企业家 总商会创会会长林达坚 深盖博士副市长吴承远 和市议员丁岩宇和美国飞虎队 传播协会会长许绍黎等先后致辞 作为美国飞虎队将军 陈纳德将军和陈祥梅女士的外甥 我呢对陈纳德将军的理解呢 是这样的 这就是说 为什么说陈纳德将军非常伟大 关键在于 就是在中国人民 最需要陈纳德将军的时候 陈纳德将军带领美国飞虎队 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 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那我们今天在这里 纪念陈纳德将军诞辰130周年 主要目的呢 就是要铭记飞虎队 为这个飞虎队的英雄事迹 愿中美人民之间的友谊 万古长青 赵美新 吴国庆和马世云 在致辞中 都提及到了他们的父辈和家人 在抗日战争中的经历 强调和平来之不易 要珍惜和传承美中的友谊和友好 当年是飞机上机枪手的老兵 Morland Mokko 回顾了当年的岁月 回顾了飞虎队的战友 还谈到去中国的观感 他感谢中国人民的友谊和友情 他认为两个人民应该把飞虎精神传承下去 纪念飞虎将军承纳的130周年活动的联合主办单位 由美国南加州华人华侨联合总会 美国南加州华人社团联合会 美中和平友好促进会 全美华人协会南加州峰会 美国江苏总商会 美中工商联合总会 美国大西北总商会 新立国际教育集团 美国汉天卫视鲁迅文化基金会 纪念大会开始之前 ML Studio和Galaxy Model进行了摩托秀表演 会上女中音歌唱家王真芝 男高音嘉宾和女高音杨子平表演了精彩的节目 华夏电台记者盛开博士采访报道